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浦江差不多每个村庄有板栋龙 板栋龙越长就意味着这个村庄的人丁越兴旺 我今年69岁了 做板栋龙有50多年了 像我们浦江一到多年春节 村村都要到龙灯 有很多板栋龙都是我做的 做这个板栋龙是要有灵感的 最初做菇角的时候 脑子里首先要考虑好要做什么样式的龙头 一个龙头只管这个菇角就要到十天时间了 小村全部都有人不怕风不怕雨 花龙我们是肯定要有云的 人从龙虎从风 它是翻讲到还是上天陆地的 这看上去它的烈倒就耿着 每年春节我们这边的很多村子都会向我父亲定制五龙灯 我们有时候要做到那个大年三十晚上 我我也跟着我父亲学着制作这个龙灯 这些年龙不参交五龙了 年龙到了呢有点吃不下 我们儿子啊孙子他们去替代了 像怀了姑娘灯的人 听见这个村子里面有老灯灯 我们就早早地赶过来了 参交这个人老的春节 一窗一窗的红红绿绿的 一边看见灯笼一边看见人员在缓动 就感觉大家都回家了 老外贝 warrior 带她 乖 带她